審預算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對委員會 還有對包括對總統的報告 我們在美國 運售的數位 我們的聲納系統 有兩個很重要 潛艦最重要 非常重要的 關鍵的 兩個紅區裝備 你們說剩兩個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 你們至少說紅區裝備 聲納跟戰系的整合 還沒有拿到 而且在明年會拿到 你們總共在這兩年多 我們編了設計費30億 顧問標6億多 第一期的建造經費 編了70幾億 第二期去年編了90幾億 到今年編了105億 上個月總統才去主持開工典禮 我們剛剛講了 你們很重要的紅區裝備 潛艦成不成功 紅區裝備非常 巨關鍵的因素 你們在兩年多前 你們信誓旦旦的說全部拿到 不是一個人講喔 包括部長 包括我們的潛艦小組 都說全部拿到 可是你們現在對外講 還有兩個兩項沒有拿到 這樣我們可以不動結嗎 你們去上個月才剛剛開工 開工才剛要做第一個船段 你連船廠都還沒有蓋好 你們已經編了高達6成的經費 500多億你們已經編了300億 到底要花到哪裡去 到底要做到哪裡去 我們動結這個50億 而且50億海軍艦部長也在 當初我們協調你們說 我們盡量動少一點 你們也同意30億 我們認同 因為今天潛艦國照 我們也希望他可以成功 可是從你們的矛盾跟變化 我們非常擔心 我們動結預算有錯嗎 我們接下來再看一下 報員能不能讓我先報告一下 你說 報員可能委員有點誤解 第一個 當初這個在審預算的時候 第一次說裝備輸出許可 第一次說輸出許可取到那是DSP5 那是技術文件 裝備技術文件的輸出許可取得 你不要再講這個部分 因為我在詢問的時候 非常清楚的 不管是在哪一次喔 我一直講的 我一直講的 都是紅須裝備的輸出許可 而不是技術 你非常清楚 我們問的要的是什麼 現在我們先來看一下 到底是誰在影響我們的建軍備戰 我們看一下 今天包括我們的國防院的一個 一個研究員 蘇紫雲 他有提到 包括我們的F-16升級 還有我們的飛彈車高調機等等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就好了 空軍的F-16 因為副部長是空軍嘛 F-16的升級案 本來今年應該 因為我們五年建軍備戰這個非常重要 F-16 之前才掉了一架 犧牲了一位我們優秀的空軍 你們在今年本來應該編91億多 結果你們自己把它改成變成編25億 你們自己就砍60幾億耶 你們砍60幾億耶 他為什麼延宕 你們要告訴大家理由 我們今天在凍結這個預算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你把它砍掉60幾億的原因 應該讓大家知道 而且這個只是其中的一案 你們在明年總共砍了65案耶 總共減少62億多 620幾億耶 620幾億我們擔心它會不會影響我們的區域安全 會不會影響我們的建軍備戰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所有投資 在整個武器獲得的部分進程上面受到影響 這個你們應該要先交代清楚吧 我們凍結 不管是50億也好 幾千萬也好 有你們砍掉600多億多嗎 到底誰在影響建軍備戰 是不是應該要說清楚 今天你們用網軍很便宜 只要可能幾萬塊就可以請到一個 他可以非常簡單 同樣的台詞 不斷的在我們所有在野黨的委員裡面的臉書 不斷的發不斷的發 你們浪費多少錢 影響建軍備戰的進程有多少 你們有說過說明清楚嗎 你們有讓我們所有的 我相信今天還有一些委員 甚至在這裡也在附和 他們應該很清楚我們整個在預算審查的過程 他們非常清楚吧 今天你們砍了600多億 告訴大家 為什麼延黨 會不會影響建軍備戰 如果這600多億都不會影響建軍備戰 都不會影響台海 我們周邊區域的安全 為什麼我們在野黨禁責 去凍結預算 會讓大家質疑我們賣台 質疑我們在支援我們的敵軍 為什麼會讓大家認為我們在擋我們的國家預算 要不要說明清楚 我這邊特別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在心裡面一直認同 你們現在只是我現在要講的是沒有關係 你們沒有用網軍 因為可能不是你們 因為軍火商就會用了啦 因為他如果要很多錢 他花一些錢找幾個人 就可以發上千則上萬則的這些固定的文 台詞都一樣 然後還每個一直發 這是我們應該要監督我們這麼重要的國防外交預算應有的態度嗎 包括我們的國防委員會的所有委員 包括我們的總統和行政院長 今天就是因為國防外交的預算非常重要 而且它非常龐大 你們自己都砍了六百多億 我們凍結 總共才凍結多少 你們都講得不清不楚 我們應該要輕易的放過嗎 你們知不知道從蔡總統蔡政府上來以後 我們的國防預算這幾年五年之間增加了一千億以上 多編了一千億以上 它到底用在哪裡 而且你這個還往後延 這個以後都要付的 包括你今年增加的一百五十幾億 我們在預算的時候也提到 你在明年增加一百五十幾億 再加上這六百多億 未來還是要付的錢 你已經有高達八百多億 這還不包含美國軍售 最近突然要賣給我們的好幾千億 還包括我們F16V的這個特別預算 加起來可能會上兆 你們不應該要讓大家全民知道說 我們為什麼凍結 然後我們為什麼關心這樣子的進度 然後我們為什麼關心我們的預算應該用在刀口上嗎 又要國防自主 又要軍購 然後還要做很多的嘗試 然後你還弄得現在窮兵獨舞 大家關心緊張得要死 動不動才幾個月 空軍就花掉兩百五十幾億 錢從哪裡來 你們不應該讓大家更清楚的知道這個預算是怎麼用的嗎 六百多億會不會影響我們的建軍備戰 副部長簡單回答 謝謝 我們所有的預算都是按照實際 我們計畫的進度來妥視 這不是按照你的進度 你原來的進度本來今年應該有這六百多億的 你們把它砍掉了 不是不是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有些 因為齁 我們任何計畫執行 中間一定有風險 這是不容否認 副部長不然你簡單說就好了 F16的升級案你最清楚 他為什麼延宕 告訴大家 因為裡面有提到嘛 他一開始的時候是因為 漢翔的技術人力不足 然後接著呢就是 美國派來的專案記協啊 他不具備F16的相關的一些專業知識 第三個是在執行購改的前面幾架 突然發現 非西洋內部不容易減大地方有秀石 增加了所謂的人力工時 副部長 你講到重點了 我們原來編了一千一百億 你剛剛說的三個理由 是因為我們國防委員會凍結的因素嗎 不是 第一個 它其中有一個原因發生秀石 是因為你當初用X光掃的時候 看不到裡面秀石的狀況 一猜發現秀石 不得了 你又要增加預算 我們F16AB升級案 我們多編了三百億 第二 你剛剛還有一個理由 還更離譜 美國派來的記協 不懂 或者不夠專業 還造成我們延宕的因素之一 還造成我們的預算增加之一 第三個還有其中你說的 漢翔的 他的自己人員 還有各方面的問題 這三個問題都跟我們的預算 凍結 與否 一點關係都沒有 去掌控最好的一個我們的建軍備戰的進度 我們怎麼樣 如果六百多億被你們往後延 都不會影響建軍備戰 不要在這裡大蠟蠟的 尤其是我們執政黨的委員 都有參與我們預算的審查 在這裡可以說我們去影響 我們整個建軍備戰的進程 還有我們在黨國防預算 告訴我們這個 這個預算凍結 對你們執行有什麼影響 凍結預算有什麼影響 我們之前 我們現在動的 拿最高的50億的潛艦凍結 50億對你們有沒有影響 如果你們拿不到輸出許可 你蓋一條觀光船出來幹什麼 會不會告訴大家 三百億耶 今天如果潛艦五百多億 再加上我們之前擋下來 如果我們不是凍結烈雷艦的預算 可能這兩筆還不是很大的 這兩筆加起來八百多億 八百多億什麼概念 我們全國兩千三百多萬的人民 可以重複再臨兩次的三倍券 再次希望國防部把我們建軍備戰 用你們的肩膀承擔起來 我們造最好的武器裝備 我們採購最好的武器裝備 適合我們的武器裝備 我們台灣不是很有錢 我們台灣不是很安全 可是我們要的是真正可以保障台灣安全 又可以真正落實我們預算 可以在執行上面 是採購到我們需要的 我們希望在這裡 朝野我相信都有共識 為國家的安全 我們都有一致的心 可是不是拿其他的方式 來看預算 我們在審預算 可是有人用其他的方式 用網軍來審國會議員 謝謝 謝謝委員長 好